紅球計畫第八天 來到新化監獄場 特地動用鷹架協助沖氣 沒想到 我要變瘦了 沖完氣的時候碰一下 反正鷹架已經走的時候 才真的掉下來 才剛沖完氣就破了 讓大導演趕來的遊客難掩失望 拿來小紅球飲料沖術拍照 稍微有點可惜 但是就是沒辦法 它這樣破了就是 我們就拿其他東西來代替 有點可惜 有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來看 新化監獄場其實是歷史建築 所以藝術家其實是為了怕 這個整個的支撐的力量太大 所以他在下面 在衝擊的過程放了一個鷹架 讓他受力不那麼重 但是後來這個鷹架 這個銳利角 也不小心把這個球划破了 其實這並非紅球 頭一次破損 十年前紅球在美國展出時 也曾發生過 當時透過現場修復 繼續展出 這一次 內外兩成都破了 團隊向消防隊借來防毒面具 拿出預先準備的修復包 由藝術家專進裡頭進行修復 團隊搶修立拼下午讓紅球再度現身 並將事實延長展出時間 沒能等到的小小遊客 只能這麼許願 按喜歡紅球 我們下次還會再來看 TVBS新聞顧手倉 檀檀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